我感觉人家家的葡萄就比我们个儿稍微大一点 我昨天也来来着 天天也来得到 大天天也来来着 一年拍照了 还没露下好名声 纸的那个就算很好了 对吗 能不能把这个葡萄能够管理下来 看他们吃不了这个苦 又月一号儿童节 就在这一天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做这个实验主要就是 俊玲嫂子那边他们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我们是查阅文献 说是植物根部的原因 但是如果一个植株出现病害的话 它其实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 所以说我就取了一些根部的样本 进行DNA测序 就是想看它的主要因素在哪里 这些数据也是能为我的论文提供一些帮助 回小院还是感觉挺亲切挺自在的 因为感觉就跟要回家一样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东西都在小院里 比北京东西要多一些 就因为虽然是学校里在北京 但是我们的所有研究课题 包括我的这个论文数据的来源 都是在驱愁 就在驱愁的大地上 好久不见 我们就上次测的那个图 然后现在出了一些结果 就说给您简单说一下 好吧 大概的话咱们地里面 就是大量元素的这些都不是很缺 然后主要是缺一些有机质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春天 就不要再上干鸡粪这种 就未复熟的有机质了 确实不太好 因为咱们家地的根情况不是很好 就给它稍微再梳一梳 如果是觉得哪儿在太稠了 就给它稍梳一下 那有什么问题您再问我们 可以 好嘞 我们先走了 拜拜 距离前崖村十公里的向工庄 已经拥有三十年苹果种植历史 中国农大在这儿建立了苹果科技小院 王小义的好友贺静之和他的师兄 就驻扎在这里 通过调研 发现向工庄的苹果消露不畅 他就思考如何帮助农户 把苹果销售出去 这个村啊 八几年就开始种苹果 他知道的东西比我们还要多 所以就是你去地里的时候 我有一次去就挺尴尬的 就是我去村头那些地 然后他就说我什么都不懂 就把我对了 经验多疑 对 我今天想办一个采摘鞋 就让我们那边办一下 苹果的收获季即将来临 贺静之想办个采摘鞋 帮助农民打开销路 为此 他与乡里的住村干部沟通 具体的活动流程其实挺简单的 我都做好了 这个事你还就必须对咱们书里知道 对啊 就是想到书里知道 肯定是咱先商量好 然后我再给乡里 你不能说我直接给这乡里 那夸我咱这不好 也好 你要到最后就夸来 当然了 等你拉肋上打一叹笑 就是咱想好 就是说通过这个活动 能把它卖出去 赶紧回去把这个发给你 然后我跟老师问一下 我问一下他那个采购商来了之后 是怎么个意思 那我走到下午有事再说吧 打电话也行 好 我们当时办这个采摘节就是 主要一个目的是 想帮农户去打开销路 去销售苹果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农业部即将开展 黄河 淮河 海河流域科技大会战 看到张庄的质检成果 何康部长将曲州实验区 纳入黄淮海综合治理项目 列入七五国家课题 任命石渊春为黄淮海课题组负责人 1979年 曲州实验站成立 新德会担任首任站长 网络公司 网络两天 网络两天 网络公司 网络两天 网络公司 咱们飞这么大离器 智利燕将位得胜了 不就是为了填满咱们的反弯子吗 一个月呀 心埋就有开音了 戏曲天律 把石渊春心得会 塑造成一个人物 郑元兴 实验区主要的研究人员 在新县的亲自带领下 在研究制定 邯郸整个邯郸地区的发展规划 然后做这个规划 当时就会图 把规划搞好 就交给他们 从不真名 从不得力 后来我当了校长了 他还在底下 做一个很破的一个吉普车 验收的时候 或者在考察的时候 整个的那个车队 这个小轿车的车队 就我们这边 就不车 后来说 实验人当校长了 学校还有那么多的车 你跟他那要一辆车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知道他说些什么话吗 实验人当校长也不容易 有的同志开玩笑 说一个疯子带了一匹傻子在大 说这个新鲜是疯子 我们这匹傻子 新德慧一年有三百多天 在曲州实验站 留给家庭的时间 少之又少 我跟他说 像我这么不听话的人 我说我 我妈也管不了我 我说你也不在的话 我说你难道没想过 我要变成一小流氓 我说你怎么收场 对吗 然后他说 想了想说 我觉得不会 我在这儿呢 我是个好人 你怎么会是小流氓呢 在女儿的记忆里 春节的烟花 承载着对父亲最美好的回忆 回来肯定对我们都好 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主要的春节活动 肯定是放花 放泡 对吧 那每回我们家这点 都是肯定是 我爸肯定买好多花泡回来 我们家一块放 大家都可以看呢 这我印象特别深 在曲州 新德会生活极度简朴 好像一位苦行僧 他的那个房间里面 堆的都是书 爱看书 爱想事 夏天都特别热 那屋里也特别闷 他到了夏天 他就在那屋里 穿着大护肠 就是新浪是一个奶好 他不讲奶好 他后来会 他亚装新浪就 他没啥小物 他需要的话 两个是晃晃 一头打算 他就要吃点点 曲州实验站 引起了国际关注 世界银行 联合国粮食发展基金会 相继资助 曲州严检之类项目 新德会去匈牙利 买回先进实验设备 1979年12月 曲州张庄实验区教研组 获得由国务院总理 签署的嘉奖令 联合国的世界粮食基金会 副总裁到地里一看以后 他服了 很快回去回到地下 他那个一共是大概 剩两千多万吧 整个把北 曲州县北部都在这里了 随便曲州就翻身了 曲州实验区的严检治理成果 从张庄的400亩拓展到3万亩 进而扩展到曲州县的23万亩 最后推广到整个黄淮海项目中 建立了12个实验区 黄淮海的粮食公斤 83年开始掉除十一斤 84年就增加到了120亿 从根本上扭转了 长期靠国家救济的这样一个局面 不久石原春回来了 两位老友在救济前再度重逢 这张相我非常感动 七五验收的时候 我就到曲州去参加验收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就在我们两个住的房子那 照着照相 我跟新德惠老师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曲州实验站的核心 我们把它叫正美 大家都有话跟他说 对我有意见 连在他旁边高中 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话 都亲密无见 一切都从事业出发 互相配合 默契 新德惠离开家镇 独自在曲州工作27年 最终被沉重的工作拖垮了 在这个之前他先去了一个地儿出赛 我记得是山东 我说晚上我回去一趟 然后呢他说你不用了 他说我把给你买的好吃的 给你放到桌子上了 出去考察的时候 做的轮渡白过去 轮渡上还是好的 到下轮渡的时候 大家已经歪在哪儿 当时是带着这个 谁带着大夫的 大师也救不过来 登陆以后 马上就送医院 想不过来 我要下午回来 那这最后一面还能见得着 对吧 这是我最后回来 我们去的时候 大家老婆见这个青春 能不能把老先生 亲先生这个回飞 带回去的 塔琳不在哪儿 我们有个纪念 每年青梦就我们那个超高墓 你算对外面的一个报答 1993年 黄淮海科技公关项目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这就是黄淮海的效应 黄淮海的效应中 我们有12个实验区 12个实验区的牵头是什么 张庄实验区 20年影响到全国1911个县 影响到31个省区 影响到5亿多人 她是张福索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曲州实验站第二代邻军人物 我是1960年生的 所以我妈老说我是恶事会变的 但是我一直到上大学之前 基本没有吃饱 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上农业大学 我将来我吃饱 同时我也让别人吃饱 实际上自己吃饱太容易了 你吃不了多什么 可是你要让大点吃饱太难了 今天张福索动身去曲州 曲州实验站即将迎来45周年庆祝活动 就是04年的冲叠的时候 我们石老师就问我 你多大年纪了 我一说我的年龄 石老师说 你这个年龄是我下曲头的时候 我说那行啊 您就给我任务呗 让我下曲头呗 所以过了年 我就带着我们院里的老师们 然后到这儿来 看看我们到底在这儿能做什么 我也喜欢照相 每次都带着相机出去照 我不是专业照相 完全是用相机来记录我发现的东西 然后锻炼自己观察这些现象的能力 我自己喜欢照现实 所以我觉得摄影本身是一种 让人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件事 当时经过第二阶段的综合治理 我们的产量水平提高了 但是我们的生产的投入增加了很多 我们的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大幅度提高 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 在这儿来做高材高效 所以后来就给县里面骑出来 能不能给我们找一块技 我们当时政府是答应了 就是你只要到渠州来 渠州大地任你挑 这什么 这72万亩都更低 你随便跳那都行 我们这个时代要求你科技必须领先 你必须你的科技必须在全球竞争 所以我们就起初来拿300亩剂 我们布置一些在国际上具有营领作用的 这样实验 过去30年我们资源不够 我们现在30年 产量上来的资源用的很多 浪费很严重 未来的30年 我们绝对不能浪费资源 产量还要进一步提升 然后环境污染要降下去 这就是我们设计的300亩的实验的框架 这样在里面布置了二十几个实验 同样的地块 同样的玉米 为什么一边郁郁葱葱 一边焦黄枯瘦 这个地方是没有撕肥的处理 没有肥料 但是玉米跟大豆煎做了以后 这个玉米长得很好 它不缺蛋 你到那边去 如果不撕肥那玉米缺蛋就非常厉害 这为什么呢 因为大豆本身 它可以松木固蛋 它那个耕瘤就相当于一个代肥厂 把大气里面的氮气 然后分解成胺 然后变成活性氮 然后呢 共作物吸收 就变成肥料了 这个牛子 这个牛子大一点 大豆的 它不仅自己能固蛋 而且固的蛋呢 也可以到土壤里面 也被旁边的玉米可以吸收 所以玉米不撕肥 也长得很好 这些我们把它都叫森林条强控 我用一简简的投入 就可以让这个系统高残除 这片地上生长着四种不同的玉米 张福索在这里布置了四个实验 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农民种籍习惯的种法 这个是在 那个农民习惯基础上 我们做了优化 这个苗子要比那个 比农民的习惯要好 但是我们 你看到另外一片 更高的绿色的玉米 那个是因为有了 前茬是豆子 是大豆 有了豆子农作 大豆农作 它就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提高土壤的健康水平 然后让玉米长得更好 未来我们希望 能够基投入 高残除 这就是四个减刑的 不同的处理 通过三百亩实验田 张福索找到一些农业的新技术 例如大豆玉米建树技术 探索出了新技术 却面临推广的难题 李老师的张老师来了以后 他在我国 这个地里搞了个十亿天 我都弄我 我也不行 都不行 原来都不行 我家这个都不当的人头 你也种一目的 我这种了有四目的 他没种过地 他比咱能种的差量高 你睡觉是少 肺涨是少 我说你 我多长肺 多交水 我不能增长 要嘎到那个玉米倒腹 后面都闹了掐来 地里抽这个玉米的 腹起来 那学生跟他老师来了 不叫动 不要动 他说那个玉米 这个恢复力比较强 再生力比较强 所以说那两玉米 抽起来了 加差了 没抽那个 增长 水烧焦了 费没多少 种子没烧 没多酱 差两招了 即便上的时候 这人家弄到赖了 一口了 吃着 削到不少的吃着 差两 即便上快发也发 太美了 我们把自己心里的梦想 在三百亩的大际上 种出来 那个长得跟我们设想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梦想 在大际上 在植物根系营养理论 农田和区域养分管理技术等领域 张副作取得创新性成果 2017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进入中国农业大学 曲州试验站建站四十五周年 为农业绿色发展四番区启动 接牌 四十五年前 严检危害 粮食短缺 曲州人民吃不饱 中国农业大学私生 崩扑曲州 打响了该土质检的战役 结束了吃不饱的历史 十五年前 受石原城院士的属托 新建农大人 又开始了高产高校 现代农业的曲州大会战 解决如何在持续增产的同时 减少水肥药的投入 保护生产环境 我们前辈们 他们当年 靠这个艰苦奋斗 靠战前斗际 然后质检 带来了温饱 获得了国家农业科技进步特等奖 跟两代一星同时获得奖 所以它这个标杆 我们这一代人 也不能比他们太差 对不对 但是要真正做到 老一辈那么高的标杆 我觉得我们还得继续努力 一会儿应该来 一会儿来 那现在我就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前河科技小院 我们其实是从2017年9月份正式成立的 也就是说前河成立时间还不久 我们还没有历史 但是我们正在创造历史 我们科技小院呢 能在产业兴朗 生产高效 以及环境保护方面 对这个村的立策发展提供一些帮助 比如说我们可以解决实际生产的问题 因为平时我们也在地里进行劳作 农户也在地里劳作 我们想在保证这个葡萄产量 还有这个品质提升的同时 能够减少一些单元面积的蛋投入 这样的话也是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对对对 会议期间 张福索抽空来到王小益的葡萄田 看一下 哇 这么漂亮的葡萄 都不舍得把它剪下来 我们也不舍得 你们也不舍得 多漂亮 你瞧瞧这 这个含糖量应该够了 但是还可以再少一点 多好啊 过去国家吃葡萄没种过葡萄 我很喜欢吃葡萄 但是真的没有种过葡萄 现在知道葡萄怎么种出来的 从小到大怎么长出来的 而且自己能种是高品质的葡萄 我给你做广告 要吃最好的葡萄到科技小院来 还挺大的 今天王小益和师兄师姐来葡萄田侧产 却发现靠近路边的几川葡萄不见了 这边也是 在这些小科学家们眼中 流失的不是葡萄 而是一组组数据 我们是需要计算产量 我们要计算这个果实的品质 如果是摘地头的和地中的葡萄 是能够比较出来 这两个葡萄之间的差异 那他把我们地头的葡萄 都给摘去了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这项研究了 首先在产量上肯定有损失 我们得到的这个产量数据 非常不准确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论文 肯定是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晚饭过后 王小一放心不下 决定去地里守护葡萄 王小一丢失了数据 贺靖之的论文调研也遇到了危机 今天去调研一下农户认知率 就是农户对我们引进的技术的认知 但是我感觉很慌了 我感觉有点困难 怕这个农户有抵触心理 为了调研农户对引进技术的认知率 贺靖之带着师妹走家创户 你要让人家说完话呀 对呀 这是谁家呀 那你就是让师妹问 我再找一家一下 对 对 陆森文大爷 这不是那家呢 就这家 没开门吧 那是不是在家呢 那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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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时候在家的特别少 但是在地里呢 人家地里干活又看不见 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人他怎么找 我来过了 那我再去看看 那儿子 我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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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子 那儿子 我再去看看 有人在家吗 有人吗 哎 哎 那没人 没人 不是 我认东西南北 这个村 它这条路 这边 坐到西 然后我就是 刚才有点懵圈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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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其实是不认东西南北 所以说 要是 调研那么十多 或者估计 也挺非劲的 你为什么不先举阻的调研呢 不是 它不矛盾 你 反正你又不打算 碰上个人就调吧 你这个 你要是这个 土壤和那个农户的调研是对应的 那你农户的调研是随机的 你土壤不就是随机的吗 看谁又选择大事 有点乱 调研因为它是随机的 所以就 有点难对应上了 可能后期还需要补一些 一些调研 其实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调研的话 第一个就是 他们说话 我有时候 岁数大了真的是听不懂 因为农民就是 他们觉得 怎么方便怎么来 他说的很多数据都是很含糊的 所以这个数据拿到口之后 就是对自己这个数据分析是有一定影响的 我觉得其实还蛮艰难的 科技小院的葡萄熟了 王小玉和师姐迎来盛大的收获集 然而他们的心情却无谓杂沉 好看 有点难过 的 那我非常害怕 是 那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自豪 站在山峰之巅的感觉 我们最后计算下来我们撞了六成龙块钱 我就忘了自己当时是怎么开心的了 很开心 看见回头前的感觉 忙着嘚瑟 我在农村里其实看到很多城市里没有看到的很好的风景 我们每次低头干活的时候 就是阳光突然暗了下来 然后这么一抬头就看到特别特别好看的夕阳 就那种感觉是我这突然一下子这一天的劳累就都没有了 采完葡萄 科技小院决定办一台中秋晚会 与村民一起庆祝丰收 就是李准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如果台下观众少的话 就是怕小孩啊或者家长会不高兴 会不会这样 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你能跟他说意了 走连他们 行 行 好嘞 到那会吧 儿子 行 好嘞 好嘞 那我们让故事人帮忙含上吧 那您用喇叭给喊喊吧 好吗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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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关键是我们也跟那个表演的人说来着 然后人家说 咱们说是什么 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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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是什么叫下雨 告诉我 喂 您好 如果说是晚会取消的话 看您这边愿不愿意 我们就推迟几天 也不是取消 就推几天 就是说不知道您这之前准备的怎么样了 嗯 准备是肯定准备好了 暂时先取消了这词是吧 对对对 那不是 暂时先取消了这词是吧 那不是 暂时先取消了这词是吧 那不是 暂时先取消了这词是吧 好的好的 你愿意配合我们的 我们就往后推几天 我叫你弄得了 你弄得了 走得了一下吧 你也有个娱乐吧 你也有个娱乐吧 然后咱能够去 啊 我们这边也特别的为难的 您也知道 刚才李子文还说 就怕您这边不满意 我们才先给您打了电话 确定究竟严还是不严 严 严就是严了 对 而且我没看是淋乱的 淋乱我的意思吧 淋乱有淋乱 淋乱有淋乱 演一遍就知道 但是这边就交给你了好吗 但是这边就交给你了好吗 等一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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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准备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想要来给大家最后 带来一个节目 叫我相信 给大家唱一首歌 好吗 天上天 快海洋千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做的梦 从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笑 让你我千并肩 可处不能换了无限 好快烦恼 勇敢的大步向前 我就站在舞台中间 大家相信科学 相信我们科技小院 我们也会一直和大家一起 我们会一直的留在这里 帮助大家来推动我们天涯的海洋发展 好吗 好 我们不会走的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好 好 人生不易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事可复杂了 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乡里跟村里呢 他们都不是很支持这个事 然后呢 王老师的意思就是 不支持不搞了 但是后来他有跟我说 如果想搞的话也能行 这个事呢 实验站的老师又想搞 对啊 那就搞呗 搞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他想看一下 这个采购商能弄多少 然后我这边果能不能聚集多少 这么装出现 这么装出现 这什么呀 为什么同样装成的小果 可以煮到三起 咋回事啊 没事 你到底是咋弄了 我这活动要凉 时间太紧 苹果校院的采摘节 遇到难题 贺静芝的情绪有些低落 王小义特意赶过来 给他鼓励 这个采摘节 我就特别想吐槽 然后又不好吐槽 怎么样 吐槽呢 牙头 没事 弯弯就不疼了 大龙 我进进了 优秀 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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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 没有我的一个劲 没有我想象的高 有一点开心 有一点开心 就感觉这个事吧 十有八九又能成 山穷水富一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他一村坐前往斯坦实验站的小三个人 为了半城采摘节 贺静芝赶到曲州实验站 向老师求助 如果菜购物不来 咱还聚摆不聚摆 或者聚摆这个 但是你 就是说这个采购不来的话 这个活动 就是这个 生活有化理 对就是说我 把这个做出来之后 对农民来说有什么意义 主要就是这个价 你给乡里边 你如果这样也说 说了 然后就 把结果到时候 菜购物来不了 你看怎么 就是吹一下 所以这个不太好 这样的话就不太好 可能会来 可能还是那些 可能 但是也可能是没有 所以我当时就一下子就觉得 我办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 我是想把这个苹果销售出去 如果要是说 没有采购上的话 那我办它的意义在哪里 当时 当时听到这个情况之后 其实我当时心里挺凉的 所以内心是很遗憾 也很感受 秋收过后 王小义决定向村民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 要明年了 您这愿意实行这个水肥一体化了 到时候铺上地步 就不用除草了 不用除草 那我向前来 就走下来 你要是那个 被是那个划 让它浇不透水一点 要不透水 是不是 水给它 水量不多 我们那个浇水 是浇的勤 这样的话 根部就能持续的吸收 如果是大水慢灌的话 就一下子浇那么多水 它也吸收不了 可能是 都渗到地下了 咱们有八亩地 有时候管不过来嘛 就管不过来 如果是用水肥一体化的话 你浇水施肥 基本上一个人都能行了 现在 在发达国家呀 什么 它们都在用的上技术 嗯 这说明还是很好了 嗯 看一下这个水肥一体化 因为它 其实适用的面积越大 它就会成本越低 然后就看您感不感兴趣吧 我拉你点 对 过了年 就是下一劲了 这一劲肯定不行了 再一劲 听起来就很美好 采摘节没半成 贺靖之又从陕西洛川 请来苹果专家 给村民讲解苹果管理技术 价值已更加工 来苹果的 我贾个 贾念荷都重了 贾念荷 做了一点 那你舍得舍不得 我似的 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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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不了 舍不了 舍得 比不了 其實請他來的目的主要是 讓我去做學嘛 因為我學到之後 就可以去指導他們 我走了 你會想我嗎 會嗎 這麼冷嗎 Lucky 我要走了就是你陪著小藝了 院長楊彥玲即將畢業 她準備返回學校寫碩士論文 葡萄科技小院即將迎來新任院長 李曉玲老師主持院長交接儀式 開始寫論文了 這一年多的工作還是挺棒的 所以我們的院長 牽涯科技小院應該說在 我們全國的科技小院網絡裡邊 還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 對這個下任院長有什麼想說 那我也把我手頭有的這些東西 給你 好的 像我們就是去年的時候做的一些筆記 包括我們後來寄的一些 數據 對那些數據 然後 這是記錄了我們當時生產 生活的那些過程 嗯 我在這邊呢 然後就是財產的轉交了 來財產 好 我們的科技小圈 數據工具 希望在你手裡把我們想要 變成中國第一科技小 好嗎 好的 站在千涯 要這個眼望全國 胸懷世界 你們已經在做呀 好 你們就這樣在做這個事啊 對 那麼多的人來到這裡取經 那不就是在傳播嗎 對 對不對 對呀 真的好看 我都不捨得把它 看看 就讓你背的啊 好 對 很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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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每次就往北京去寄运 往家里面去运一些衣服 我心里面都有准备 就世界慢慢要离开了 那这边我就要独当一面了 但是等到世界走的那天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得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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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记 李书记 李老师给您拜个晚点 谢谢 我是这些 你们一查一查越来越年轻了 你是学什么的呢 我学法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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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法律太好了 这样的话 对这个县里边的这些 合作人的管理 慢慢更多的法治化的过程 跟曲州很有感情 我也感谢您对曲州 那谈啥 那谈啥 我老师我是半个曲州人 是半个曲州 四十多年一直是 所以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和同学老说 宣称是曲州发家的 我说没错 我就是曲州发家的 是不是 曲州发家的 找个时间 看您身体情况 再回曲州看看 因为大家也都非常想念您 好 慢走 慢走 好 林老师都把这 谢谢 现在见到佛小伦好 大姐 归零开会 你们在接着干嘛 我今年六十一 还得再干二十年呢 不止二十 到我这年就还二十七年 二十七年 二十年 还要干到八十八 八十八 好的 再见 再见 觉得自己这一生吧 参见过这一段事情 觉得很有意义 特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能够融会到一个国家的发展 和分析中去 这个机会不容易 这是一个很漫长 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示范田已经扩展到了十四亩 所以我其实还觉得挺骄傲的 算是迈出了一步 希望农户能够更多地 通过这个示范田的一些成效 能够接受我们 能够接受这些新的技术 好好的为村民做点什么 让自己的存在有 感谢观看